投了焦点 社会消息来看到 450平大的旧衣回收工厂 在深夜传出火警 就在今天凌晨一点多 位在新北市三峡的旧衣回收铁皮工厂 突然起火燃烧 因为工厂里面堆放的大量的易燃衣物 火势迅速燃烧开来 附近的住户从睡梦中惊醒赶紧报案 警销货报道场第一时间拉起水线灌旧 两个小时之内顺利控制了火势 还好整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农烟伴随烈火从铁皮建物不断窜出 夜空被火光照得通红 邻近的住户睡梦中惊醒赶紧报案 警销货报道场拉起水线进行灌旧 21号凌晨一点多 位于新北市三峡区三树路上的 一处旧衣回收工厂突然传出火警 现场不断窜出雄雄烈火和农烟 连邻近的土城和板桥地区 都能闻到明显的烟味 由于450平大的工厂内 堆放大量毅燃的回收衣物 火势迅速蔓延难以进入抢救 警销道场确认里面无人受困 第一时间拉起水线阻隔火势 避免延烧 火势在警销道场后两个小时左右顺利控制 锁清整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深夜就一工厂突然传出火警 详细的起火原因还要等火调人员进一步调查 厘清 记者胡伟伦新北市报道 最新的讯息来关心台北农产运销公司 截止到十日十九号为止 已经有十九人确诊了 不过现在又爆出了负责包装蔬果的七名派遣工也确诊 台北市府立刻启动北农2.0专案 将要让原本的剥皮疗快筛团队来进驻北农 成立前进指挥所进行快筛 也会在报请疫情指挥中心来研议是否安排 北农完成快筛阴性的员工优先施打疫苗 副市长黄珊珊预计在今天礼拜一上午 会先前往了解进度 避免整起群聚案感染再扩大 目前两批发市场每一天进出有高达2万2千人次 而业者担心染疫 台北市蔬菜工会调查是否在疫情期间 零批厂跟拍卖厂增加每周四休市 有高达95%的业者是同意的 无奈向北农跟台北市政府建议却被打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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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